胖女孩在自家楼下遇到一个乞丐 只要每天给她吃的 女孩第二天就会变瘦变美 成为万人迷 效果比整容手术还有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和大家讲一个 出自暴走恐怖故事之 吃的动画 漆黑的夜里 就画质看得有些恐怖 胖女孩小芳一个人走夜路回家 手里抱着她今晚的夜宵 突然一个路边流浪的乞丐 吸引住了小芳 好心的女孩看乞丐可怜 便随手递上一条面包 只见下一个瞬间 乞丐就抱着面包狼吞虎咽起来 小芳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乞丐的声音 姑娘 愿你越来越漂亮 小芳也没搭理她 出人意料的是 第二天起床 小芳摸着自己的脸 感觉自己消瘦了不少 不行 反正得多吃点 努力长结实 才有帅哥爱 当晚她又路过单元楼下 再次见到了昨晚的乞丐 不一样的是 这回乞丐主动向小芳索要面包 小芳也没拒绝 慷慨地递上了比昨天还多的面包 乞丐再次说了那句 愿你 越来越漂亮 小芳这次感谢了乞丐 然后离去 到了第二天 小芳早上醒来 根本不敢相信镜子里的自己 她原来肿胖的原脸不见了 反而变成了标准的鹅蛋脸 加肩下巴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去肿容了 一想到最近碰见的乞丐 小芳的嘴 不自觉地上扬 她找到了变瘦的秘密 很快 小芳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她重新买了各种款式的新衣服 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自信 与此同时 小芳把冰箱里的食物 统统取出来 夜里 她慌忙地朝乞丐住的地方赶去 这晚 她主动上前 将所有的食物放在乞丐身前 并诚恳地请求 对方赶紧吃完 哗 看到这么热心的女孩 以乞讨为生乞丐 当然是答应了 并且还放上了那句 小芳最想听到的话 两人一个想变美 一个能填饱肚子 对双方都有力 这买卖太划算了 可这种交易渐渐扭曲了 小芳为了变美 逐步走向疯狂 而另一边的乞丐 则被强迫地进食 你可能怎么都没听过 有一天乞丐 也有吃不下的时候 另一边的小芳 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这时 走来一个人 电影结束了 好久没讲奇幻恐怖片了 之前的因为略显恐怖 就搁置了一段时间 这期看大家的反响如何 好的话 我会再做 希望你喜欢 我是斯坦 期待你的关注和订阅 咱们评论区见